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的很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之 言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继续讲《现观众安论》 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应该没问题 《现观众安论》定价心当中见到和修到的 有些道理不是特别好懂大家还是应该专注 我们前面讲了 弥勒菩萨对有始终说 也就是说信心的自明自知的心或者说 这种一刹棋跟一切万法解空的道理非常感到稀有 前面讲这个下面我们紧接着讲真正的剑道 真实的剑道分为一个入定的智慧和 它厚德 触定的修行分两个方面 首先入定的智慧讲无尽道的认知和解脱道的四字分寻 这是在讲见到菩萨的时候大家应该需要了解的 第一个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它的入定智慧有一个深深智慧的 也就是说破除一切习论大众观的深深智慧的方面 还有广大方便也就是说四数方面的广大方便的 波罗密多方面还有显空双云也就是说智慧和方便双云 从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第一个什么是剑道的智慧 那剑道的智慧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大致力也讲了这个颂词很关键 此中无所谦 也无少可力 与真心正观 正见而解脱 这个颂词一般讲宝行论 如来藏的时候也是弥勒菩萨用在宝行论当中 然后显宝行论也有很多论典当中 包括显光庄论 宝行论 其他的论典当中也在用 直接把这个颂词也引用在这里 还有在密宗当中他也在三部扎虚 三部扎虚 还有二观察虚等 这些虚部当中也直接没有改变任何词直接引用 所以我们前辈的很多大德们经常 无论是在建立密宗的观点也好 或是建立显宗究竟观点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个 都会引用这个甚至许多大德不管是在讲经说法也好 或者在修行的时候都引用这个 因此在座的各位也是学见光庄论的同时 最好是大家思维其中的意义 真正究竟中观的教义是什么样的 思维其中的意义通达其中的内容 如果不能这样也是最好把这个颂词一定要背颂 现观庄案论实在不能背颂的人 你这辈子如果没有缘分现观庄案论的所有颂词背颂的话 那你跟现观庄案论学习结上一个愿 学五部大论就是学五个颂词 居士论里面背一个颂词 然后现观庄论里面背一个颂词 中观里面背一个颂词 这样也算是跟别人跟谁接触的时候 我就通达五部大论 你看 我就是现观庄论 那你就引用现观庄论的这个颂词 也可以是最深的一部分 那么这里意思是什么呢 说 此中无所欠 也无可少理 真心真观 正见耳解脱 真正获得一地菩萨的间谛的境界也好 或者说一切万法的本性是什么样呢 其实他这里用基道果三个方面来讲的 一切万法的本机是什么样呢 此中无少欠 也无可少理 也就是说 这样的入定智慧当中 或者说一切万法的基本性当中 它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所遣除的 所谓的 我们前面不是也讲了吗 讲违品的时候也讲了 烦恼障也好 所知障也好 认我也好 法我也好 还有所谓的基地也好 裤地也好等等 这些没有任何需要遣除的 我们没有经过观察的 现在我们分别念当中需要遣除 什么违品 障碍等等有很多的 但实际上真正诸法的本机上 需要该遣除的什么法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这些障碍的本体都像空中的鲜花一样 绝对没有成立 事好也是没有成立的缘故 没有任何所遣除的 在真正的本机上我们虽然经常痛苦 烦恼 障碍等等 违缘等等 但是真正的本机当中没有什么可遣除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在显现上好像要建立 人物 法物 或者慈悲菩提心 空性见解等等 但实际上因为本体当中也没有任何需要重新建立的 因为重新建立的话也没办法的 本来有的东西不需要建立 本来没有的东西也无法建立 这样一来我们在显现当中 迷乱当中 好像我们原来有烦恼现在遣除了 遣除之后产生一种无恶的智慧 但实际上没有这些的 在真正的本机当中 人无恶和法无恶 智慧和慈悲心 或者所有的这些功德 增上的善法 这些都是没有的在本机上 这是讲的机 然后讲中观的道是什么样呢 中观的道 道与真心正观讲 本来刚才讲了 利的也没有 破的也没有 无利无破 没有什么可建立的 也没有什么可破的 那这样的本性 这种本性实际上远离四边八戏 我们密宗当中讲道大清净 中观讲大平等 或者是显密双云的道来讲 等境无二 在这样的等境无二当中 你应该用上师的窍诀 或者自己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之后 以正观 真正地去观察和观想 观注 去了解 那这个时候 这个是讲道 道就是这样的 在本来没有任何所前所利的 这样的境界当中 它的本体是怎么样 然后你在这样的本体当中 如是地去 不加任何的思索 不加任何的分别染污 然后直接去观修 直接去观修的话 最后正间得解脱 真正最后现前了它本来的面目 也就是说 最后原来真正的大平等 大清净的智慧 就是限量而见到的 限量而见到的时候 那脱离了所有的 本来也是没有任何存在的 这些束缚 获得了完全的一种解脱 断除了一切的 见到为主的障碍 所以后面的这一句 叫过中观了 前面是道中观 道中观 过中观 这样也可以讲 或者说见修行 见的话前面是无所谐 无所谐 这个是中观的见解 修行和行为 什么样呢 真心当中正观 这就是中观的修行 过是什么呢 最后就是正见 真正见到了 真正通达了 这就是真正的解脱 所以在这里 这个是在密宗的忏悔文当中 也是直接会念诵这个记词 有一个叫做法界忏悔文 一切的罪障在本心当中直接忏悔 所以个别的一些前辈的大德们 他们在忏悔的时候 上等者的忏悔就安住在本心当中 我们前行当中也引用了一些其他的教证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直接安住在他的见解当中 本来罪也是没有产生过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忏悔的 也没有什么可忏悔 可清净的 在这种本心当中直接安住 最后显现的这些罪障 固然全部清净 而获得解脱 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忏悔文当中 也经常这样念诵 因此我们在这里大家要知道 这个偈颂非常重要 尤其是跟上师如意宝讲智智信心当中 也是引用了这个见解 智智信心的诸数当中 引用了这个教证 并且也加以阐述 所以我在想 我们不管是学显宗的人 学密宗的人 如果你真正通达如来的密意的话 那实际上显密的教义 不会相违的 如果你不懂显密的道理的话 始终都觉得 显宗好像是水火不溶 有一定的隔阂和矛盾 这是说明显宗的究竟观点 跟密宗的究竟观点 没有融合关通 如果你真正了解了 显宗最究竟的意义的时候 也会要讲这个道理 《显观众论》是显宗的论典 然后我们要讲无上密法 尤其是大圆满讲的时候 全知无垢观尊者也是在七宝藏当中 经常引用这个教证 说明我们最后的见解上 就像《顶解报道论》里面讲的一样 如果不懂的人 把它当作一种分开的 是大体的 好像显宗的观点 跟密宗的观点完全是分开的 但是真正明白 显密教义的人这是不相违的 所以现在汉地有些人也经常说 他是学显宗的 他是学密宗的 其实他们很可怜 没有真正去学习佛法 如果学习佛法 那显宗的究竟意义 在密宗当中肯定会有的 如果你懂得了显宗的究竟意义 跟密宗的任何道理 都是不会相违的 如果你懂得密宗的甚深意义 跟显宗当中没有任何地处的 没有地处的 说明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佛教徒 好像觉得他是学密的 我是学显的 那我们密宗和显宗之间 有一定的距离 有一定的空间 这种说法要值得观察 以后我们要学会 就是显宗当中最究竟是什么样呢 就是中观 大家都知道 中观的般若空心 般若空心也好 不管是三传法论的如来藏思想也好 这两个在密宗当中是不可缺少的 密宗当中最究竟的意义也会讲 就像我们宁玛巴的大圆满而言 是打本来清净和人云之争 这就是分别说明 第三传和二传法论的究竟意义 因此在有些道理上 大家一定要需要闻思 没有闻思的话 不但是学不好佛法 修不好佛法的这些正法 甚至可能在某些意义上面 依靠修行来造很多的业 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个别 以前刚开始入佛教的时候 就不太懂 甚至有些人听一些广盘 听别人的一些胡言乱语 最后自己的整个见解 刚开始的缘起都已经破坏了 这样之后始终是赤字一种 显宗密宗完全是分开的 现在我们有个别的 学了很多年的这些道友 一说密宗的时候 那密宗可能很殊胜的 传承都不能断 我看你们表情上经常有这样 一说讲密法的时候 大家就很正切 一说显宗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信心 这也说明我们对 显密究竟教义的认识上面还是不够的 虽然密宗有些地方 有特殊的窍诀 但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其实学了密宗也不一定成就的 因此在这些问题上面 大家应该反复地思考 尤其是这个窍词以后应该至少也是大家能 到哪儿 学了这样子 你看 我都是能背诵这个好厉害哦 说明我也可能像你们一样 五部大论当中背一个窍词的 应该不是啊 下面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说什么呢 刚才是讲入定的智慧 空性见解就是讲的 下面讲的广大方便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入定智慧 实际上它的厚德 或者不是厚德 在它的智慧光明层面 的话能所有的这些方便法都具足 智悲 双语 我们经常也讲 前面是讲的智 后面讲悲 悲 广义上讲方便 方便的话它有一切明显方面的这些道理 这个是颂词当中这么讲的 十当一亿种 必当乎舍入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这个甚深的广大智慧实际上是具足 我们世俗当中所有的这些能获得 获得奢圣的这些功德 六多万行的全部都是具足的 也就是说布施等意义当中 比如说布施 慈戒 安忍 还有精进禅定智慧 每一个波罗门当中实际上都前面 我们讲开家修行的时候 也讲了一个波罗蜜多当中 其他六个波罗蜜多都具足 六波罗蜜多当中六六三十六 总共有三十六个波罗蜜多 这六个波罗蜜多都互相汗色的时候都已经具足 那这样实际上我们其他的 刚才入定的这样远离四边巴西的智慧也好 或者说它的光明分 所有这些六度的功德都具足 因此佛教当中的智慧和方便 也就是说智慧和方便始终是不能离开的 讲相关主要论的时候智悲双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既要有空性见解 也要有方便的六度万情 现在世间人有些特别着重吃戒 还有布施 精进 安忍 这些就很重视 但是一讲到空性方面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很有兴趣的 有些包括现在有些道场也是这样的 完全每天都是积累一些善的资粮 但是一讲到空性方面的时候几乎都是 一个道场可能有三四十年 几百年的话 基本上是空性方面的法都是没有传过 这里的人也不太懂得 也有这种情况 但有些一直着重于空性方面的 就像中观 般若这些很多 但是一讲到世俗方面的时候 念专经论 念咒 现在我们修行人当中一个别人天天都是 看一些中论 比较深一点的 然后一讲到一些世俗的 或者说我们方便六度万情方面 大家都没有 个别人没有兴趣 其实这都是堕入两边 就像车轮的话 两边比较稳 因此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很重要 六度一个当中 其实六度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心通过 现在跟以前的很多发心方法都是不相同的 现在是科技化 也就是说未时代 现在是一个特殊的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当中 人们都需要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 包括一些网络 电脑这些手段 那这些手段的时候表面上看来 可能我在电脑上做一些文答 或者做一些资料 佛法方面的 利益他众方面的 这个时候发布施也已经有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如理如法的 不是光开电脑自己天天散乱 做一些非法的 不是这样的 吃戒波罗蜜都已经圆满了 如理如法的话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可能自己身体不好 自身当中的安忍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作为 对你的有些方面 有一些攻击的时候 你就能安忍的话 安忍波罗蜜都也具足 仅仅都是对善法的一种欢喜心 还有对这件事情的 嗤嗤遗痕的一种奋斗 这个也具足 禅定了 你在做这个善法 自始至终心不散乱 智慧如理如法地 取舍辨别 以什么样的操作 都用自己的智慧来辨别取舍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 坐在一个小办公室 看一个电脑 如果有智慧的人 那你弄一个资料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六度都已经举了 我刚才是一个法布施来讲的 这个法布施翻过来说 次界当中也是同样有六种波罗蜜多 那这样以后 实际上我们现象当中的 这些六度的像 都是在入定的智慧当中不能离开的 如果这个离开的话 好像空性跟方便完全都是已经脱离了 脱离之后它不能成为 将来的摄生和法生的根本因 因此为什么我们现在四数当中 所有六度万行的这些善法 在阿赖耶上面有它的一个种子 它的种子将来不断地会成熟 这个原因 也是在这里有这样的缘起 大家应该明白 下面讲这个书 这样的 刚才智慧空性更方便双云 一刹那人十次中见到 我们前面讲的 甚深的智慧和广大的六度万行 这两个实际上 当它圆满的时候 一个阿生七戒过后 实际上获得了剑刀 我们前面讲道指的时候 剑刀是十六种刹那 在这里我们讲义刹那 为什么是 前面讲十六刹那 这里说义刹那呢 因为这里是如定 也就是说 定加行当中的剑刀 将入定为主 因此在一刹那间当中 所有的这些 包括八人等等 这些智慧都全部汉色 因此在这里就讲到了 叫做什么呢 就是剑刀 剑刀一切万法的本体 完全通达 那没有任何的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障碍 我们以前分析过的时候 剑刀有三界的减货 应该有三十六三十六 这样的话 一百厘八个这些违品全部遣除 最后获得了真正剑刀的智慧 这是一刹那剑当中获得 这个是在这里所讲到的剑刀 我们刚才讲到了 剑刀是这样的 然后讲到后德 这个是无剑刀 我们《俱世论》当中讲过 无剑刀 圣经刀 加行刀 还有解脱刀 就是四刀 这个四刀跟大乘的说法 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实际上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 这里讲解脱道的狮子分寻 就是狮子分寻下 持有如狮子分寻三目的 刚才无剑刀的时候 已经获得了剑刀的智慧 然后现在解脱道的时候完全是从 其实无剑刀的时候 虽然无剑刀 圣经刀和剑刀 解脱道 那这些本体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都是已经摧毁 摧毁微品 现前智慧的 但是它在 就像我们讲十六刹那 也是本体是一个剑刀的 刹那的智慧 但实际上它的翻体上面 有不同的分类一样 那么这几个 刚才比如说无剑刀的话 那么这个障碍对它无有任何的作障碍 无有任何的作障 从这个词面讲的 圣经道说 障碍正在与它远离 战胜了它的过程 最后讲解脱道的时候 完全障碍已经完美 从障碍当中获得解脱 获得解脱 所以前天有些也问吧 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有些分别 比如说加油分别和石油分别的时候 剑刀的师父为什么有这样的障碍呢 实际上从解脱道来讲 没有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这里有些 在前面的无剑刀当中 实际上这个师父可以说 还有他的锁端也可以具足 因此我们也讲到了 世间加行刀 加行刀当中 最后的部分也有属于剑刀的 所以我们这个剑刀者 剑刀菩提甲罗 他从侧面 或者从梵蒂芬的话 他也有 剑刀者有无剑刀身份的 还有解脱道身份的 还有圣经道和加行道身份的 这个是从他的侧面来讲 梵蒂芬来讲也可以 本体上是在一个刹那也没有这样 也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这里《四字分寻》也是这样的 获得了剑刀 解脱道之后 他可以自然而然入这样的智慧 入什么样的入定呢 因为以前我们在凡夫的时候 有烦恼障 说字障 这些经常要折磨我们 我们有担忧和畏惧 但是到这个时候 完全都是可以直接入这种顶 远离了烦恼障和说字障 因为见到以后 烦恼障的边际部分和说字障的部分 做字障的部分 都有离开的 所以根本不会有畏惧 就像是狮子 他在所有的群属当中 傲然可以来取 他的这种智慧 在获得剑刀道的时候 自然而然入《四字分寻》 《三摩顶》 其实佛陀在《三摩顶王经》当中也讲了很多 包括《能源经》当中也讲了很多的禅顶 在禅顶当中 《四字分寻》 《三摩顶》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这里也是有 比如说解脱到的《四字分寻顶》 刚才讲了所有的障碍 离开的剑刀 它直接可以入这种顶 还有正在战胜 已经战胜远离障碍的时候叫圣经道 圣经道的时候也有《四字分寻》的禅顶 还有我刚才讲了 无间道的时候 正在让上一道正在进行着 正在加行着的 这个叫做加行道的《四字分寻顶》 这样的话加行道的《四字分寻顶》 实际上这种加行道 并不是我们前面说的加行道 见道的加行道 比如说见道它也有分加行道 也有分不施资粮道 圣经道和解脱道等等 这样分法 因此《四字分寻沙漠顶》 它也可以分开而在这里 《现观传论》颂词当中所讲到的《四字分寻沙漠顶》 这讲的是解脱道 也就是说见道的解脱道 这方面可能你们稍微细致 把智慧用的时候 道之间的差别比较多 见道也有分这么多的道 其中又叫做《四字分寻沙漠顶》 那么我们下面讲厚德 就是观察周缘起 随顺回礼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见到的入顶方面 入顶方面 前面是贤 空 贤 双云 还有它的四字分寻顶 这几个方面来讲 那现在入顶之河 厚德的话 什么样呢 就是要讲到十二缘起的 顺势和历史的十二缘起 讲十二缘起 这 这几个哪里 不明的 不明的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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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听不懂说的 听不懂也可以 对现观中央人种下一个善根 种子吧 对吧 好 先观察 下面讲到观察缘起 这个缘起可能大家都有一个这方面的常识吧 十二缘起 从无明 心 事等一直到老师之间的十二缘起 从无明到老师之间是叫损失的一种缘起 从老师返回到无明的话 这叫做历史的缘起一般来讲 我们要通达十二缘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观察无明 观察轮回的事 轮回的心 这些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无明来的 知道一切轮回当中的根源是基地 所以在我们损失的观察当中 发现基地是一切的根源 然后从涅槃的十二缘起当中也可以观察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来的 从生而产生的如果生灭了以后 那老师也是不存在的 那这样从道上面要灭这个生的话 要通过修道而成立的 这是从涅槃方面可以观察的 然后我们从老师的过失怎么显现的呢 是苦地的过 也就是说人生是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苦地 这就是轮回当中损失缘起的过 这样的苦过通过什么样的修行呢 实际上是修道 摧毁无明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灭地 能显现涅槃 这样的话轮回方面也有损失和利失 涅槃的十二缘起当中也有损失和利失 总而言之 我们认识极地和认识苦地 只是轮回的利失和损失的根源 然后认识道地和认识灭地 只是涅槃的十二缘起当中的 利失和损失的修行方法 那这样以后我们观察十二缘起 观察十二缘起之后 还有世俗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善法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前面讲过十种修制 还有讲如中论 其他地方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讲了十二百种功德 二地菩萨的时候 十二千等等这样的功德 还有出世间的以及八解脱道 十无量心 种持 等持等等 这些我们也讲过很多的 所以说这些道理在厚得的时候 出顶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一种无奇的缘起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发现什么呢 要发现的是 怎么讲呢 发现入定智慧跟我们厚得的显现 有不可分割的一种因缘 入定和出定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轮回当中的这些 包括历史也好 损失的这些缘起观 跟入定的智慧有一定的联系 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 轮回当中一切的显现 如果没有通达无我的智慧的时候 始终是没办法断掉 因此在这里 大家也应该讲到这样的道理 还有我看《俱舍论》当中 不知道讲了没有 厚得的缘起 实际上在这里 小乘的有些十二缘起 他有没有厚得和大乘的剑道呢 吾巴佛佛在颂词里面讲说是 小乘观点混下而承许大乘见到无有厚得的主张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些说大乘见到无有厚得的主张 这里已经折破了 折破了什么呢 大乘见到没有厚得 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他这里 科判当中也是说 大乘见到是直接安利有厚得 法界宝藏论 宗派宝藏论还是什么 七宝藏当中也是记得大乘见到安利厚得 个别的一些论师 他们并没有说 见到只有肉丁 没有安利厚得 因为他是一刹那的缘故等等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在这里也有个这样的介意 下面讲到了 见到定价心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修道定价心 也是讲他的修道 因为修道定价心 讲主要是等持 主要是极致的等持 第二个讲到他的所段 居生分别 还有他断正圆满的功德分三个方面来讲 这个跟见到的方式有点不同的 见到先讲他的所段 后面讲他的本体 那修道先讲他的本体 修至极致的本体 然后讲他的所段 首先讲他的本体分为这个 也是在这里有加行十字分寻等持 和真行超越等持 讲两个等持 那么首先他这里的十字分寻 也可以跟前面来 也可以这么说吧 他修道定价心的法相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能断除修道当中这些 为品的一个殊胜对质 叫做他的法相 本来是我们学的时候 这个修道有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圣观方面的 一个是机智方面的 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讲圣观方面的 因为圣观在我们前面的 比如说 前面的八种甚深的时候也讲了圣观方面的一些智慧 还有前面在道指当中也讲过了 修道的智慧 所以在这里没有宣说 那这里所宣说的 主要是修道的禅定 因为本来修道不仅仅是一个禅定 它有智慧和禅定 这两个都有 也就是说 机智和圣观这两者都有 但是在这里主要讲的修道的禅定 修道的善目定讲的是这个 善目定讲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个是 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加行 还有一个真行 加行在这里讲 灭金灯九顶 修网坏二相 就讲这两个 那它的加行是什么呢 就是修道的加行 这里并不是世间道 所以说科判上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修道的加行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讲到九种禅定 九种定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禅 第二禅 第三禅 第四禅 这是舍戒的四种禅定 然后讲到了五舍戒的 五舍戒的空无边处 十无边处 无所有处 还有有顶 这四个五舍戒 在四个五舍戒上面所有的这些兽 兽灭尽的叫灭尽顶 这叫做九顶 那在这里颂词当中只讲了一个灭尽顶 它没有讲其他的四财四五舍 没有说 这个灯子里面包括 灭尽等九顶实际上是它可以修的时候 就是往上修的 从一舍直接到灭尽顶之间往上修的 还有返回来 它这里毁的话 从灭尽顶 先修灭尽顶 然后游顶 无所有处 十无边处 空无边处 这样四舍三舍 二舍一舍就毁来 那么这样一个是顺势的 一个是历势的 有两种相 只有两种相 其实这两种相是修行的加行 你要修禅顶的时候 先有两种方法 要么先修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戒的禅顶全部修完了以后 然后再修五色戒的四个禅顶 然后叫灭尽顶 整个超越三界的灭尽顶 从灭尽顶往逆尽方向 一直到第一禅之间 这是这样的一种修法 当然现在很多人 欲戒一行都是还没有得到 修禅顶还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很多人的心 特别特别漂泊呢 就是因为禅顶没有修好 禅顶修好的话 你自己的心什么时候安住很容易的 不会像他野马和猿猴一样的 经常一瞬间一瞬间 跑来跑去 然后自己追他跟不上的 也有这样很困难的 所以现在世间当中大多数的人 从行为上看也好 从语言上不管怎么样 每天都好像有时候 像寂天菩萨所说的那样 真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一样 疯狂者 因为今天都是跟着分别量跑 自己一点控制和一点 自我约束的能力都是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禅顶修行不够 如果禅顶一步一步地这样修的话 那每个人就像以前的很多禅师 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 汉传佛教当中也有 很多人心获得自在 那你自己入定多长时间都是 完全可以 其实我们的心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妙力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修行者 没有取下功夫 最后心没办法控制 这是讲的是加心 下面讲到真心超越等词 前面是十字分寻 修道当中的十字分寻比较好懂 意思就是说 你直接修这种禅顶 修这种禅顶 这个叫十字分寻的禅顶 下面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真心 真心 怎么 你们看的一二三五六七八 很高兴 都不太懂 一听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哇 那很好呀 我们讲到修道的真心的时候 它是有上品的等词 中品的等词 下品的等词 有三种的 其中它这里超越 它这里的超越跟俱舍论有点不同 俱舍论有漏无漏的有些超越方式跟这里有点点不同 这里是什么样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它如果是下品的 下品的超越实际上是先修一禅 二三三四三四五三六三 不是五三六三 没有 四三以后四五色戒 灭尽顶 这样逐渐逐渐的损失一直入顶 一直到灭尽顶 这个叫做小品等词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先修一禅 一直到灭尽顶之间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一种叫做中品等词超越的等词 那它是什么样呢 它是每一个禅当中加上一个灭尽顶 就是加上一个灭尽顶 比如说你修了一禅 然后在中间加一个灭尽顶的这种禅顶 然后二禅 二禅完了以后再加一个灭尽顶 这样有四三和四五色戒 四三和四五色戒的每一个中间 加八个灭尽顶 总共八二一十六 最后的时候 它已经处于灭尽顶当中 处于灭尽顶当中的时候 如果菩萨是利根者 它直接可以返回到 原来欲界的心当中 如果它是利根 它因为上去的时候 每一个当中加一个灭尽顶 灭尽顶 最后到上来的时候 已经第十六个了 到最后它可以直接到欲界的心 但如果这个菩萨 因为灭尽顶是心特别特别的细微 直接进入欲界的话 欲界是特别粗大的一种心态 很难的 如果利根的话可以 如果是顿根的话 那实在是没办法 挑达欲界的心的时候 它先返回到无色戒最上面的 欲界的心态上 这叫做在《现观传论》当中叫小腿 它稍微推迟一下 因为先从灭尽顶到欲界 然后从游顶的心事 再来挑达欲界 所以这个一次加上 刚才有十六个 刚才顿根者的小腿 也就是说 中间这样的一种腿部 或者说这个一起加上 总共有十七次 中国有十七次 这个叫做中品的超越等次 上品的超越等次 主要颂词当中讲的是上品的超越等次 刚才下品和中品都没有讲 上品的超越等次 那上品的超越等次是什么样的呢 颂词当中是 后语欲界舍 非定行为戒 后词好像藏文当中 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也有厚德的意思 还是什么的 实际上欲界所舍的 欲界所舍 不管是 我们现在认为在禅顶的 但是如果欲界的心来说舍 它非定 它不是真正的禅顶 不是真正的入顶 那么这种心叫做左键 或者说中间的一个戒 相当于这个欲界 比如说我们入顶 入顶之后又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出顶后 或者叫做左键 或者后刀 可以说前面的后 两个后都怎么解释 啊 要不要我入灭金顶再看看 你们有些困的话 这也是相似的灭金顶 可以从睡眠当中调达欲界的心 这也是一种小潮语 这个是刚才 凡是欲界所舍的这些心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入顶 不是真正的等持 因为它可以称之为叫做左键 一个小的左键 就是左键 所以修行者为了把自己的心锻炼 堪能 他把入顶的心跟出顶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厚德和出顶的心一样的 欲界的心跟色界的心 无色界的心 还有灭金顶的这些心互相的 我们原来说是超越 其实超越的话 就是互相交替 论翻 一会儿修这个 一会儿修那个 其实我们现在修大乘佛法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 一会儿修菩提心的时候 观一切众生 自己的父母 你把这种境界落到世间当中去 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一会儿自己坐在家里 好好地入顶 入顶完了以后 马上到外面去跟 你很好地安住一会儿 安住一会儿等会儿一起道友 一起发心 然后跟别人稍微闯一下 看自己的境界怎么样 别人的境界也是怎么样 这就是一种寂静的入顶 跟特别积糟的 或者是一种分别念 这两个结合起来修 这里也是这样的 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刚才讲了 凡是欲界所舍的 这是一个非顶 不是真正的禅顶 那它是一种左肩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 相当于是世间的出顶位一样 出顶位的欲界的心 跟入顶的色界 无色界 还有灭经顶的这几个心 互相交替修行 这叫做大超越 大超越的这种修行 有两种修行 有一种是顺势的修 顺势的修行方法 我们《显广正论》本来的颂词当中 已经讲了 先从一禅一直到修到灭经顶之间的 这样的论范修持 而《般若经》当中 讲到是历史的 也就是说先修灭经顶的心 先修灭经顶的心 已经获得了以后 从灭经顶开始来到欲界的心 入于欲界的心 欲界的心得到以后 再把灭经顶的心态放下来 放下来过后 直接入有顶的心 这是舍弃一个灭经顶 然后又直接修欲界的心态上 刚才舍弃了最高的 先得到了灭经顶的心 不然它没办法的 灭经顶的心得到以后 进入欲界的心 欲界的心过后 再把原来的灭经顶的心直接放弃 这个禅顶不进入 然后《无色界》当中 最高的 幽顶的心 入于幽顶的顶 这个已经修好了之后 刚才舍弃一个禅顶 然后现在把灭经顶和幽顶的 这两个禅顶舍弃 直接无所有处 犹如欲界的心 然后这个时候舍弃了两个 再舍弃了三个 再舍弃了四个 舍弃五个 舍弃六个 舍弃七个 这样最后到了第一禅 然后进入欲界的心 从灭经顶往下来修 这是《般若经》当中这样讲的 《般若经》当中先舍一个 然后入欲界的心 舍两个 又入欲界的心 然后入欲界的心 再舍下一个禅顶 这两个都一起 否则也不行的 光是欲界不行的 然后再舍三个 舍上面的禅顶和欲界的心一起修 入欲禅顶 然后出来的时候 直接跳到欲界的心当中 这是《般若经》当中讲的 历史的超越方法 然后现在我们讲 颂词当中说的是 超越如注定 超一二三四 以及五六七八 直到灭经顶不同 不同是这里 一会儿修寂静的禅顶 一会儿修欲界的心 这个不同的意思是寂静和不寂静 这两个不同的论范这样修来 这叫做不同 那么我们颂词当中 先修欲界的心当中 欲界的心开始修修修 最后获得第一禅 获得第一禅的时候 又来到了欲界的心 然后把一禅放下来 直接入二禅的心 然后出现欲界的心态 然后这个时候 一禅和二禅 刚才是一个心态放弃 然后现在两个心态放弃 直接入于三禅 入于欲界的心 这个完了以后 一禅 二禅 三禅 三个都放弃 直接入四禅 然后四禅入定完了以后 出定的时候 出于欲界的心态 然后把四禅 这叫做四个放下来 然后四禅放弃完了以后 直接夸道 从欲界的心 知道吧 这个修法 从欲界的心 刚开始的时候 中间放一个 直接夸道二禅 然后再来到欲界上 因为为了锻炼自己的禅定 就是自己禅定 就像我们运动员 先放一米糕 在这个上面跳一下 然后两米 在这个上面跳一下 然后再放三米 在这个上面 最后八米 那这样到了八米的时候 到最后灭净顶的时候 已经八米上跳过去了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他只能舍弃一个禅定 然后二个禅定 三个禅定 最后到最后的时候 十三十五色戒的 所有禅定都超越 从欲界上 直接超到灭净顶上面 那这个时候 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全部都已经超越了 所以在颂词当中讲 超越入顶是什么样呢 超越入顶是超一 超二 超三 超四 超五 超七 超八 超八九等等 这是直到灭净顶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心态这样修 这个应该明白了吧 明白就好了 明白就好了 我也没办法对吧 嗯 还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 好 下面就是讲 今天一直讲三四个小时 下面讲 刚才讲了他断除的聚生分别 前面我们讲见到的时候是边际分别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然后聚生分别也是所取法的分别和能取法的分别 有两个能取的菩提甲乐之分别 首先所取法分别也是有一个趋入所取法分别和舍弃所取法分别 跟剪刀一样的 基本上 哇 时间这样了 还有两分钟 那刚开始说的话我不下来就可以讲吧 两分钟 能讲 讲不好怎么办 行吧 可能是相关能暂时一两个月 一个月左右可能告成段落啊 好吧 那就今天讲到修道的等持超越 系列本来讲 关系就是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